大家好,我是平安,心态决定成败,幸福由心不由尽 在这里给亲爱的粉丝们拜年了 祝大家在兔年前兔无量,安康吉祥,心想好事成 因为在我们灵性修行上,想任何事情它都会变成现实 所以一定要想好的事情,要祝福心想好事成 前一段时间我去了南美洲,在那里待上了差不多一个月 所以就在大年三十的晚上才赶到了家里 虽然没有赶上年夜饭,但是在新年的时候仍然没有忘记 要给家里贴上对脸,然后还要摆上水果美酒 来感恩我们家的家神,庇护我们家在过去的一年幸福安康 那么在新的一年,当然也希望穿着大红的衣服来露个脸 把喜气和从南方带回来的火运送给大家 基本上看我视频的朋友都应该知道 生命中最最重要的是感恩 如果你记得感恩,时常的感恩 那么你的生活和你的运气一定不会差 在这里让我们一起来感恩 过去的一年我们可以健康平安 过去的一年我们可以一切顺利 过去的一年我们可以家庭和睦 同时过去的一年我们能够常常相聚在一起 在屏幕上让自己的灵性得到提升 那在新的一年,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新愿望呢? 可以留言和我一起分享 只要把心静下来,静静的去想你的愿望 它一定会实现的,这是时间的问题 大家也知道我比较相信风水五星 所以每年的春节之前 我就会把家里做一番风水的调整 那今年因为去了南美洲 所以没有办法拍一期视频和大家分享 如何调整家里的风水 那在今天我就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新的一年有哪几个特别重要的位置 你一定要做好布局 相信在正月十五之前 你做好布局也是不晚的 首先要通风干净 然后就是住在家里的人要和睦相处 这样家运就会好 当然了,还有一些风水上的调整 每一年的风水都会做一些小小的调整 首先要注意的当然就是 你家里的每一个不好的方位 要把不好的把它去掉 这样你的生活就能够平稳 然后你再在一些好的方位上去加持 那你就会更加的好运 那我们今天首先就来说一说 2023年在家里要特别小心 今天在两个方位特别要小心 一个是家里的东面 还有一个就是家里的西北面 就是你用这个手机呢 能站在这个房间的中间 或者是客厅的中间 手机摆平紫南针指向的东的方向 和西北的那两个方向呢 是特别不好的位置 如果这两个位置是通风窗台呢 尽量就不要打开窗户 把窗帘盖上 还有呢就是尽量不要在那个方位呢 大厂大裸动东西 让它呢尽量处于静止的状态 还有如果你家里有铜制品呢 最好在那个方位摆一些铜制品 这样的就会帮你划煞 当然了如果你在家闲着 比如说你的沙发是朝着这个方向 如果平时呢 你就经常是朝这个方向 坐在那个沙发上 这一年呢就尽量的避免不要去那个方位坐 如果裸一裸沙发 或者呢尽量坐在另一个方位的沙发上 这样呢就会保佑你的家人健康平安 不受病魔的禅老 当然了如果空余时间呢 家人如果喜欢坐在那个位置 那最好呢可以放一些铜制品呢 去给它划煞 另外呢还有一个要给大家的提点呢 就是如果今年呢 你们家的车房门或者是前门 朝着不同的方向 你用手机看一下 最好呢如果你每天出门 或者下床的方向呢 最好是可以朝着南方 这样呢会对你整天的运气 和一年的运气都有增加 说到这样呢 究竟我们二年会怎么样呢 我相信要上半年熬过去了 下半年就会开始好转 不管多少人对这个未来没有期望 或者也不管多少人担心未来 我们都不用担心 只要过了今年的上半年 一切都会好转的让我们拭目以待 这里呢是通过改善你生活中的细节 来帮助你提升你的振动频率 能量磁场 让你的生活更好 运气更顺的地方 那感恩你的到来 下一期呢我将和大家一起分享 我前段时间去到南美洲呢 去参加一个亲人的婚礼 发生在我们家的一些事情 让我呢感触到 人的换位思考是那么的重要 让我感触很深 想和大家一起分享 在这里呢再次祝福 亲爱的粉丝们 在2023年 幸福安康吉祥 我们下回见 我们下回见